来源,观察者网作者,后杀月光,独立撰稿人,9月12日欧洲议会以448票赞成,197票反对,48票弃选的表决结果,通过了制裁匈牙利动议。 这一动议已由荷兰绿党议员朱迪斯·萨尔根提尼提出的,理由是匈牙利损害了司法独立、言论自由、学术自由乃至弱势群体及移民权利。 核心问题就是两个字,男民如最终通过,匈牙利将被剥夺欧盟理事会投票权,以及被撤销所有援助,直至被开除出欧盟。 不过,要将动议变成决议,需要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。 第二天,波兰和杰克表态,站在匈牙利一边,加上斯洛伐克、罗马尼亚、斯洛文尼亚对难民的反对态度,还有牢骚满腹的意大利、匈牙利和南北真正制裁。 然而,制裁动议通过,说明欧盟内部分裂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,所谓欧洲一体化憧憬,变得支离破碎,欧盟仿佛在警告其他国家,谁敢阻碍欧罗巴斯塔的成立,我们就收拾谁。 欧洲圣母政客,对待难民如春天般的温暖,对待盟友如寒冬般的严厉,都说圣母呀,白左啊,你见过真身吗? 中间这位发起提案的荷兰绿党女议员萨尔根提尼,就是活的流泪圣母。 萨尔根提尼今年44岁,少女时代是在街头政治运动中成长的,经常跟着父母参加板核示威,在阿姆斯特丹混出名气,加入了和平主义社会党,并成为是议员。 她以新左派自居,加入绿党后,成为全国议员,再成为欧洲议员,她也是欧洲LGBT权力维护者。 12日那天,她用泪水说服议员们制裁匈牙利,以她为代表的圣母眼中,难民危机引发的治安论化。 不应当仇视,要用爱去面对,但是,匈牙利阻挡难民进入,就成了最可恨的魔鬼。 作为一个欧洲小国,匈牙利如果被制裁,后果是什么?经济危机,政局不稳,甚至社会动荡,但圣母们不在乎这些, 接受难民或接受制裁。匈牙利只能二选一,那么欧洲议会这次为什么要挑匈牙利来执行加法? 三刀六动,硬气的软狮子匈牙利在欧盟成员国里,拒绝难民态度是最强硬的。 2015年6月那民朝报时,他在塞尔雷亚边境线上,修建了175公里的铁丝王,并坚决反对欧盟摊派政策,给补贴也不干。 9月,匈国防部长亨德因军警没能挡住十多万万民涌入,愤而辞职。 2017年6月,匈总理奥班公开宣布拒绝摊派计划,只要他的清明盟执政一天,就绝不会接受欧盟的分配任务。 在欧盟眼中,匈牙利毫无疑问是个刺头,虽然硬气,但终归是个软狮子,拿他开刀,杀鸡井猴那是极好的。 毕竟匈牙利经济命脉,握在欧盟的手里,就差一个国家出来发起制裁提案,于是荷兰人跳出来了,他也不是无缘无故出头挑逝。 2017年8月25日,匈牙利曾宣布跟荷兰中段大使及外交官,系,因为荷兰外交官侮辱了匈牙利,两国闹翻原因也是为了难民。 一天前,荷兰驻兄大使在评论西班牙两起恐怖袭击事件时说,用恐怖袭击来获得安全感,恐怖分子制造敌人的原则,与匈牙利一样,西班牙被袭击,荷兰外交官归罪于匈牙利的反难民政策,这些政客的脑回路正常人无法理解。 荷兰官员逻辑,要用爱河鲜花来感化恐怖分子,他们越是制造杀戮,欧洲越不能仇恨他们,这样欧洲就赢了。 而匈牙利是那民畏社会不安定因素,排斥他们,以此获得安全感,是在制造仇恨。 所以,匈牙利跟恐怖分子一样坏,他们有炸弹,我们有鲜花,这种话是欧洲媒体主流,很多民众因此感动,并以此来教育下一代,这次通过制裁动议,欧洲媒体是一片较好,普世价值推送很成功,匈牙利再不开放镜拥抱难民,就等着陷入经济危机吧。 难民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问题,澳班政府会不会垮台,要看他的表现了,还一点,欧盟不能公开说的是,匈牙利正在倒向俄罗斯,8月份乌克兰到北约部长级会议被匈牙利阻止,根据邦规,他是该被收拾收拾了,黑白颠倒,2011年之前,难民的确不是欧洲难题,零星的难民接纳,满足了圣母们的优越感。 到2015年,难民危机爆发了,前四年大约涌入了40多万难民,2015年一年涌入了130多万难民,目前总数已经超过200万,与之相伴的是各国治安恶化。 优优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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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鲁塞尔、巴塞罗那等大城市都发生过恐怖袭击,同时,社会资源被大量挤占,对民众来说,抢劫、强奸、杀人刑事案件的激增。 然而,媒体为了某种信念,一边倒地报道难民的感人之处,淡化恶性案件,向德国某欧盟官员的女儿背心后,还要呼吁不要报复。 然而,并不是所有民众都是如此,反难民的声浪日益高涨,当西欧政府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,东欧几个国家,却表现出了坚决拒绝态度,匈牙利最为偏激,最典型代表是波兰。 波兰民主后,也跟着西欧大奖人权、普世价值、社会多元化等理念,2003年6月,波兰通过了新外桥法案,明确规定要为波兰境内的外国人提供保护,这样拒绝难民逗留,成了非法行为。 当时,波兰没有预见到会遇上2015年这种大场面,2015年9月,科帕奇政府接纳了7000中东及非洲难民,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压力。 从民调上看,有80%以上波兰人,反对接收中东和北非难民,52%拒绝接收任何难民,10月大选科帕奇倒台,法律与公正党,PIS上台,PIS一上来,首先改变舆论导向,同情难民的声音变得极其微弱,而反对声音被放大。 2016年3月,布鲁塞尔空袭事件发生,波兰顺势停止安置难民政策,并宣布不在位政治正确,而屈服于强行摊派政策。 波兰、捷克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,都主张加强欧盟边境管理,将难民堵在欧洲之外,这就需要欧洲必须建立一支受到统一指挥的安全部队, 但如果出现这样一支部队,将引发美国的不满,美国坚决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,各个击破,分而知之,是美国对欧洲一贯战略,只是奥巴马、希拉里推行的比较阴险,特朗普则相当直白,他甚至公布赞扬英国的脱欧决定, 谁要问美国要对欧洲难民负多少责任,转身就走,自己解决,德国、法国把难民问题,寄托在全欧洲一起分担的政策上, 这种做法只能造成欧洲分裂,因为不可能每个国家,都是圣母政客掌权,接收难民,圣母情怀只是幌子,背后有着极其庞大的利益链, 一方面,美国的索罗斯民主基金会,为各个NGO组织提供资金,让他们从事专业的引进难民行动,一方面,难民也是人贩子眼中的生财工具,从难民角度来说, 别说波兰、匈牙利、捷克等国拒绝他们,他们还看不到这些国家呢,难民的目标国是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典等能提供高福利国家, 对极端分子来说,来欧洲就安全了,欧盟没有死刑,向车臣恐怖分子在俄罗斯逼死无疑,只要到了欧洲,不但不用死,而且会被搞成民主斗士, 就算在杀人强奸,无非去牢里疗养,东欧国家处境很尴尬,自己不想要,人家不想留,欧盟偏要给,欧洲闹到动用家法的地步, 只能让矛盾激化,难民产生的根源在哪里,哪到欧洲政客真的不明白,从科索沃战争到叙利亚战争,灯塔国都是一举两得的套路, 用战争摧毁不合作国家,用难民打碎欧洲一体化进程,不敢去反抗美国的霸权,却将板子打在小弟身上, 这不是黑白颠倒吗?熊牙利对于本国来说,没有做错任何事情,欧洲要制裁的是美国,他不但发动战争,还拒绝难民进入美国,真这么重视普世价值,那就应当挺身而出,惩罚罪魁祸首,但欧盟怎敢制裁美国老大哥,反而在难民配额政策完全失败的情况, 要制裁匈牙利,不用说中国来挖墙角,就今天这样子发展下去,欧盟还能团结多久,那民问题,不从根本上去解决,只能让欧洲走向极端,对极端的政治道路,再这样下去,欧洲只有两种未来,促使极右翼全面兴起,回到法西斯排外路线,促使人口结构比例产生根本性变化,成立德意志斯坦,法兰西斯坦, 斯坦迪纳维亚斯坦并非不可能,作为欧洲政治人物,无原则的玩弄道德,只能使道德变得廉价,那叫伪善,拜托某些人烧给中国舆论下迷魂药,中国对难民的产生没有任何责任,冤有头,债有主,欧洲圣母你们开心就好,https,user,dwanka,simacontent,id等于39,573page等于0。